看真实案例凭人间悲欢 大家好,我是Ray 欢迎打开M2档案 2018年 在越南首都河内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 正在举办着一场令人择舌的奢侈婚礼 新娘子叫Tina 她穿着蓬松的路肩礼服 一手捧着花束 一手挽着父亲 在众人的目光祝福下 缓缓走入婚礼现场 与新郎喜结连礼 婚礼在一片欢快美好的气氛中完美落幕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20年9月 这位父亲突然跑去向当地媒体披露 自己压根就不是Tina的老爸 她跟Tina只是雇佣关系 自己就是个18线的小演员 她跟新娘子招募的这其他300号人一起 共同出演了这出结婚大戏 而在婚礼结束后 这些演员中的一部分重要角色 还要和新娘子保持联系 以便在婚后必要时继续演下去 让这个片局尽量持久一些 最坑爹的是 这单还白干了 因为承诺的出场费 到现在都没给到位 所以婚礼后 她再没和新娘说过话 也没有继续参与接下来的片局 接下来的片局是指什么呢 这个新郎的嫂子给出了答案 这个新娘子Tina在2018年这场大规模婚礼前后 向婆家人连借带骗了总计170亿元南吨 约等于72万美金 这个嫂子叫Anna 在河内经营着一家美容美发店 她也是Tina和小叔子的介绍人 Tina是这家美容店的VIP 每当她出现 店里瞬间就棚壁升会 她随手拿的都是国际大牌的包包 穿的每件衣服都是高奢定制 坐的也是奔驰宝马高级轿车 店员们紧张的忙前忙后 而Tina谈笑时 总是漫不经心 百无聊赖的样子 似乎没什么东西能引起她的兴趣 每次Tina都给服务员几倍的消费 还请大家去餐厅吃饭 真是漂亮 有钱还大方啊 女老板可太喜欢这个白富美大妹子了 肥水不留外人田 干脆把她介绍给小叔子得了 于是Tina很快和弟弟谈起了恋爱 她超舍得在男友身上花钱 给她买名表买名包 依附视金钱如粪土的派头 她还请男友和亲戚们去家里做客 几百平米的高档别墅 装修豪华 Tina说这是父亲送的房子 父亲是大富豪 但是极为低调 几乎从不公开露面 媒体很少报道她的名字 夜晃几个月过去了 两个小情侣进展顺利 已经开始谈婚论嫁 但是嫂子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情况 Tina好像跟美容院所有员工都借过钱 她总是打电话的 说自己在逛街 帮带信用卡的 能不能借点钱帮她付款 丈夫和小叔子也借钱给她 毕竟哥俩的家境也不错 可是这个Tina也是太能花了 简直就是行走的碎钞机呀 这个白富美怎么总借钱花呀 没等嫂子搞清楚 小叔子就宣布俩人要结婚了 2018年最后一天 这对新人在河内市的五星级万豪酒店举行婚礼 就是在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婚后 Tina告诉婆家人 自己在帮父亲卖房 楼盘叫Wing Home City 那里的房子很有升值空间 如果大家想要 它可以便宜买 五亿越南顿的房子 只卖一点五亿 听到这个白菜价的楼盘 婆家很多人凑钱去买 那段时间 Tina的家简直成为了售楼中心 还有两个售楼处的小姐过来办理手续 嫂子也觉得有点怪 这房子怎么能卖那么便宜呢 但是人家都如期拿到了房产证 而且是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上门送文件 让买家安心 好吧 也许这就是有富豪亲戚的好处吧 但是有一天 Tina又向嫂子借钱 说需要一亿越南顿的医疗费 约合4200美元 但同时嫂子不仅纳闷 她可是越南的顶级富豪 她向我借钱 她一借就是一个亿 从这个时候开始 嫂子闻到了诈骗的气息 疑惑不解的嫂子 于是开始调查这个白富美的弟妹 然而弟妹却突然人间蒸发了 更可怕的是 从Tina那里买到的低价楼盘 买家手里拿到的公众书是假的 寿楼小姐也是她花钱请的 公众处的两个年轻人是大学生假扮的 到此时 根据嫂子的统计 Tina通过借钱和卖楼盘 已经从他们这儿骗走了 170亿越南顿折合70多万美金 白富美虽然人间蒸发了 却仍然在社交网络上留下过蛛丝马迹 随着这个丑闻的广泛传播 眼尖的网友们发现 2021年3月 Tina在越南南部 一个叫Della的地方 与另一名男子结婚了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照片 结婚仪式在森林公园举行 场地装饰着童话般的灯光和花束 这个倒霉的新郎 在亲友的簇拥下 在森林的小路上 和Tina走入了婚姻的骗局 一位参加婚礼的宾客 告诉当地媒体 Tina在婚礼几周后就消失了 从她丈夫那里拿走的 大约1亿越南顿 约合4200美元 Tina前嫂子在脸书上称 他们正在联合更多的受害人 目前已经知道的总共 有40多位受害人 损失金额总计1000亿越南顿 约合430万美元 这位前嫂子并没有解释 是如何计算这笔金额的 这40多人里面也可能包括了 借钱给Tina的美容院的员工 这些受害人 以Tina欺诈 联合向警方报案 一时间指控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骗子 到底是何许人呢 骗局被揭开之前 Tina以富家女子的形象 几乎是横空出世 没有人真正知道 这位白皙漂亮 服饰奢侈 出手酷臭的女孩 是何方神圣 每个人都相信她有钱 又没人知道 她的钱从何而来 Tina的父亲 有时候是政府官员 有时候是成功商人 而无论是官二代 还是富二代 在奢华表皮的包装下 没有人怀疑她的财力 等到骗局一层一层 不断被揭穿以后 大家才知道 Tina的真实身份 她真名叫Ning Ti Wang An 这个越南名字 我叫得不顺 咱们还是叫她Tina好了 Tina今年27岁 来自越南东北部 贫穷偏远的北疆省 她在一个叫Dalmi的农村公社 长到14岁 因为她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所以生活中父亲这个角色 一直是缺席的 Tina一直在贫困和青少年焦虑中挣扎 有几次她甚至离家出走 躲到寺庙或者废弃房屋中 最后还是被家人给找了回来 Tina14岁的时候最终辍学 去城里找工作 城市生活让年轻的Tina大开眼界 可是她很快就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 如果老老实实地打工赚钱 可能一辈子都过不上自己梦想中的生活 刚刚成年的Tina 便与越南富寿省的一个男人登记结婚 两年后离婚没有孩子 这段经历她几乎没跟外人提起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自由市场改革开启了越南的经济 使这个国家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这个过程伴随着消费主义的迅速膨胀 虽然有人在大声疾呼 反对物质主义的泛滥和道德的垮塌 但是很多像Tina一样的年轻人 唯一的梦想就是财富 他们看中的只是财富的传奇 而使用什么手段得到她 都无所谓 Tina开始模仿有钱人的行为习惯和说话方式 她学会了用假名牌打造自己富二代的形象 租贵的房子和豪车 目的是迅速打入有钱人的行列 有机会钓鱼回本 她精心塑造了Tina这个角色 并不断丰富着Tina的人设和故事 让这个人物变得越来越丰满 立体 被更多的人知道 她相信啊 你不必真的有钱 只要是别人认为你很有钱就够了 就可以赢得尊重 Tina诈骗案爆发后 很多人对她不仅是同情 有更多的人表示理解和赞赏 都体现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心态 笑贫不笑称 把自己包装完毕的Tina使用的套路 一般是先通过社交媒体接近一些有钱的男子 利用她的高情商和假身份吸引这些人 这之后她会在相处中 不断地给男方和其家人送昂贵的礼物 与男方建立信任 上演富婆爱上你的戏码 在男方彻底爱上和信任自己后 Tina就开始向对方索要更昂贵的礼物 比如房产或者零花钱 并引诱他们把钱交给自己 一起投资 最后独吞对方的巨额资金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她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耗费太久的时间 而是不断地寻找猎物 骑驴招马 森林婚礼后 Tina依旧勇往直前 她在去年2月份遇到了38岁的H 这次商务旅途的巧遇中 Tina告诉H 她正在为她高级情报官员的父亲 组织一次绝密会议 但是会议最终因故取消 Tina从H那里借了4亿越南盾 约合17000美元来支付会议场地的定金 随后 一名自称Tina父亲的男子 在网上找到H币向他要钱 等到H发现这个父亲是Tina虚构的时候 他总共已经给出了15亿越南盾 约合63000多美元 Tina在后来接受警方询问时 承认了这笔钱 当然了 所向披靡的Tina 在行片中也有失手的时候 去年8月 Tina遇到了另一个目标K K是胡志明市一个咖啡店的老板 他被Tina的风情万种所打动 那时候Tina正扮成一位 加拿大政府高级工作人员的女儿 而且已经身患绝症 他非常可爱 声音甜美 谁遇上他都无法自拔 K也为他患病的遭遇难过 当两个人迅速开始一段恋情时 K突然觉得这个新女友 哪里有些怪怪的 就在他们约会两周后 Tina突然说自己被绑架了 这让K陷入了恐慌和担心之中 可是突然之间 Tina又说自己获救了 完事他解释 他家实在太有钱了 经常面临威胁 总是被绑架 没想到这次呢 细经Tina的故事 并没有让K对他着迷 反而加深了K的疑虑 当Tina开始不停地 向K要钱消费时 K开始不相信这个女友 这看上去不太像是有钱的主 K提出和Tina分手 而Tina并不同意就这样结束 他开始发信息 打电话 甚至以自杀威胁K 他们接近一个月的混乱关系结束时 K在Tina身上花了近九千万越南盾 约合三千八美元 主要是用于Tina的购物 有意思的是 Tina对这个男友的死缠烂打 并不是因为K给的钱不够多不够爽快 而是她对这个男友动心了 没错 铁树开花水倒流 Tina这回是真的爱上了K 她在脸书上曾经写下过 有可能是行片以来唯一的一段真心话 我想告诉全世界 我爱你K Tina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 她还写道 我只想让你觉得我很优秀 我很完美 我很有钱 这样我才能得到你的爱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编了各种假话 只有我对你的爱是真实的 为什么Tina这一次这么用心呢 她说在他们正式见面之前 她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偷偷观察K了一年 她迷恋她在网上放松无忧无虑的形象 这是Tina行片以来最想认认真真对待感情的一次 然而当她终于走到K面前的时候 她又下意识地拿起了自己准备好的剧本 不自觉地戴上面具 扮演假的患病而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身份 真就硬了盗墓笔记里的那句 有些面具戴的时间久了 就再也摘不下来了 去年10月份 Tina情场失忆后在胡志明市 租来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把车从越南南部一直开到北部 行驶了1500公里 耗时26个小时 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找了个车行 把租的车给卖了 赚了19000美元 因为使用了假的租车信息 所以租车公司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她 Tina最终因为这个案子被捕 然后14名受害者跟进 其中就包括了H和K 对Tina进行曝光和起诉 这终于让Tina的行骗生涯告一段落 目前她已经被保释 正在等待开庭 未来还会面临民事指控 和那一所大学的学者说 越南是个存在着各种骗子的国家 但从没有一个骗子像她这样疯狂 一直到Tina的诈骗被公开 她的家人才知道她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她的妈妈辞掉了餐厅的工作 因为女儿在网上曝光后 她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而感到羞耻 记者采访这位47岁的母亲时 她坐在她家简陋的客厅里 正在缝制帽子 母亲跟两个弟弟生活在一起 她说每天他们都坐下来这样缝帽子 这样才不会想得太多 Tina被保释后经常开直播 在直播里反省自己的错误 讲述自己的一些感情经历 她觉得是她童年的不幸 让她选择用欺骗来伪装自己 Tina的成长经历引起了一些人的同情 比如一位有9万粉丝的YouTuber 一直在向她的订阅者强调 她相信Tina不是人们认为的 精于算计的骗子 她对男友撒谎不是一件好事 但她很能理解这种情况 Tina的骗局引发全国关注 2022年刚好有美剧创造安娜热播 剧中原型安娜出身工薪阶层 假扮富二代诈骗数十万美元 享受奢侈生活 把纽约上流社会耍得团团转 于是也有媒体把Tina称作 越南的安娜 据说还有电影制作人找到了Tina 他们有兴趣将越南安娜搬上大荧幕 她在直播时说了这个想法 当时她考虑将电影的收入补偿给她的受害者 就她而言 正在尝试走上自己的救赎之路 9月面对越来越多的欺诈指控 Tina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她将继续自己艰难的回过旅程 希望大家原谅我 支持我 让我早日成为一个好人 诚实的生活 弥补我所有的过错 另外她写道 K先生将拥有我剩下的心 但明显K先生对他的告白并不买账 他回应说 我觉得用爱做骗局 比杀人还严重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